何先生是不是能用 把拉票跟銀行不持借貸啊 他設立了頂星貿易 專門經營牙醫器材 而他和多家銀行高層 都有親戚關係 因此才能輕易的借貸融資 整個貿貸高達43億 那讓永豐銀也損失了3億 那這個一抽出來以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何中英 這個頂星的一個負責人 他跟他太太也都是名門之寇 不管是跟華南京的臨家 跟永豐銀的何家之間 都有一些殷親關係 何總能不能簡單說明一下 對 你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啊 500萬交保耶 而何正廷的兒子何宗達 更是永豐銀的董事 也被以200萬元交保 他要叫涉嫌榨帶的頂星負責人 何宗英醫生依丟 連日是殷親關係 卻未依照銀行法規定何代 導致永豐銀虧損 整齊案件還在調查中 但也讓外界關注到這個職業榮頭 永豐銀集團 這幾年其實也開始轉型到一些 金控的一個發展 身材跨不到生計 新藥研發是十年磨一件的產業 永豐銀何家第二代掌門人 老董何壽川 將90多年的傳產轉型成功 我以前我在上班的一個地方 其實也是屬於永豐銀集團的一個子公司 那後來永豐集團 他要這個收購華信銀行的時候 那他那時候是砸了80多億的現金 是完全一毛錢都不用貸款 就直接董事長一個人就拿出來了 要認真的考量 如何整合彼此之間的優勢 我們台北人講了一句話說 台北人好亞人很少 但是有錢人很少 就好亞人你可能有三棟房子 你可能就一億兩億三億 但是真正去查一下 搞不好你銀行的貸款就九千萬 所以你不是真正的有錢人 有錢人很少為什麼 他要叫他一次拿五百億 這次拿五十億 這真的是要靠一點實力 河家如此豐厚的家庭 靠的是錢人的累積 在1926年的時候 其實有他們三兄弟 分別為河傳 河友跟河裔 他們共同成立了一家 經營所謂的蔗糖 然後經營肥料買賣 因為河傳他的腦筋很好 他看到台灣的甘蔗渣這麼多 所以想說這個甘蔗如果把它做成紙袋 或者是紙張 以後材料供應有求 那一直到1950年的時候 後來河家三兄弟 其實就認購了台中豐原的造紙廠 從此以後就成為了台灣 一個發展成為台灣最大的一個造紙集團 這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起始點 民國45年因為二個合一早逝 集團才分為三支 又長自河傳經營永豐魚造紙 合一的兒子則接掌永豐化工與工業 何永跟他的兒子則負責永豐員永森企業 也因為永豐魚造紙多年穩居龍頭寶座 因此河家的光環都集中在河傳這一脈 他還投資很多企業 他的股份最大 他也當老闆 比如說新台灣農業機械 以前的台北企 還有台塑他也是創辦人 走訪荷家祖廓 我們來到台南安平區 也就是他們發寂的地方 這裡是安平老街 而永豐魚的祖廓就藏身在老街裡頭 恰巧就在知名的蜜建店隔壁而已 興建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這裡的人把這棟建築叫做老阿廚 為什麼叫做老阿廚 因為過去老界裡面都是平房 只有河家他們有這個財力 能夠興建起兩層樓的樓房 可想見在過去河家的實力已經富榮小區 好驚人啊 那時候我還算有地方 有一個公家的利用的地方 都貿賣國家的 有義運啊 很多家的都貿賣給市場 河川山中地能富賈一方 還會饋邻里政府 在地方間有個傳聞 相傳河川的媽媽 年輕就過世了 三十幾歲 她死了之後 因為家裡也沒有什麼錢 可以安葬它 所以就很陰肉就剪 就炒炒 炒炒把它抬到毛仔坡 湯池山去安葬 湯池蟹就是一只湯池 倒戶 倒閉過來的湯池 所形成的一個地形 那個地形有高有低 這個高低之間就會產生一些好的屑 抬到那邊去葬的時候 剛好下那麼大雨 所以聽安平的老人說 就是要有這些狀況 才會造就這個木變成一個良好的穴 才會造福他們後來 但也有人認為湯池穴衣說是無極之潭 因為河家做生意本來就經營有道 河傳原配剩下兒子河壽山 原配過世後續賢 又生了次子河壽川 兩個人相差16歲 是兩個算是同父異母的一個兄弟 那原來就是兩個小孩就分治 河壽山大部分都是當董事長 河壽川當總經理 但原本男人董事長的哥哥河壽山 1999年卻因為心臟病毒 河壽山他是取了 也是取了兩方 那大小老婆因為增產75億的一個關係 所以鬧上了一個法院 在沒有留下遺囑的情況之下 河壽山他身後的75億的一個財產 其實就變成是由大房和二房都相互的增值 實屬河壽山先生繼承人間之事件 與永豐於造職股份也跟公司無關 那大房他基本上有四個子女 分別生下一個兒子跟三個女兒 那二房其實是生下兩個兒子 那按照過去的一個民法的一個概念 可能這六個子女都可以分配到財產 但是後來大房其實他是有點反擊 最後是主張他是原配 而且可以擁有整個河壽山財產的一個分配權 所以最後這個最後這樣子的一個增值 其實也鬧上法院 一直到五年後才在法院和和解收場 但整體來講其實最後大房是拿到了 絕大多數的一個財產 如同鄉土居般豪門真產的劇情 在河家真實上演 這個增產的過程裡面 也讓他在永豐於的一個股權部分被削弱了 因為這個大老婆 會跟這個二老婆的小孩子的 一些股權的一個分爭等等 所以慢慢的河壽山過世之後 那麼他的第三代 就慢慢有一點點被架空淡出的一個感覺 河壽山過世後 有弟弟河壽川接掌 更靠著聯姻延伸家族觸角 我們看到河壽川的一個太太 她是以前張營的一個 董事長張聘三的弟弟的一個女兒 所以這個地方 你就跟金融業就扯上了關係了 永豐集團的三位創辦人之一 河壽 他的一個孫女 其實是嫁給了星光的吳東森 吳東森他也曾經當過立法委員 那吳東森其實他本身 過去大家都不知道 後來突然的奔出來的時候 原來他有一小三 家庭生活被攤在陽光下 低調的兩家人都很無奈 而幾年後 河家第三代小公主的這庄婚姻 也備受關注 橘色是她的幸運色 然後黃色是我的幸運色 那我覺得 我們兩個幸運的色加起來 我們以後就會很幸福這樣子 叫出甜甜微笑 河壽川女兒出嫁 做爸爸的喜悅更是藏不住 他唱了一首叫 A Song For My Daughter 那裡面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好像才是一個嬰兒 然後一個小女孩 就很快就長大了 然後他不能相信 他已經是一個新娘了 河壽家他嫁給李正浩 李正浩是原台科技的總經理 他所嫁的其實也是基隆的一個望族 那他基本上那個基隆 就是李家其實在他們基隆 也是經營天然氣的事業 就是我們看到這一層的一個聯姻的關係 其實也是讓他們在做事業版圖的時候 能夠更加穩固 小公主何壹嘉 在集團負責生計產業 堪稱最甜美的CEO 也經常為自家品牌代言 我覺得現在大家如果推廣自己產品 是因為相信我們自己的產品是真的很好的 女生一定要吃零食 所以我們就把兩個東西的好處 把它集合在一起 而他的哥哥 也就是現任集團董事長何壹達 2016年8月正式接班 何壹達這個人 他從小就非常聰明 13歲就研究品牌 那25歲就進入了美國很大的一個公司 去做一個實習 30歲就進入台術集團當董事 是爸爸有意去接這個安排 去做一個接班人動作 題外話 我對接班人這個自由 真的很大一家 我想這個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情 其實再起位就要做起事 曾經抗拒過接班 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何壹達 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切入保養品 面膜只是第一步 那另外呢 他自己也自創品牌 他曾經在吃飯的過程裡面 跟爸爸媽媽講 你們不要留任何東西給我 因為你已經把我栽培得這麼好 給我教育已經很好了 我如果40歲以前 我沒有辦法做出一個事業的話 那我也不敢回永豐宇當接班人 我想做什麼位置對我來講 其實並不是我最大的關心 但最後還是接下永豐宇掌門人寶座 首要課題或許就是 旗下公司圓泰科技的這一件事 來自韓國的28名勞工跨海來台抗議 當時為了跨足電子子 一link這樣子的事業版圖 曾經去投資了韓國的一家廠商 好 掌聲鼓勵 但是因為當時的一個 整個的全球的電子池出現了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唯一低下降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們不得不進行財務 全部分毀滅了 旅行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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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就是找不到買家 官場爭議要如何真正平息 考驗著90年老牌集團第三代的智慧